各位先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年以来的全球股灾是 出现一个重挫的走势 那许多的一个投资人的资产 做一个大缩损 那不但呢 心情是跟着股市上下起伏 那更苦恼的是 加码加到手软 那面对手上的一个定期定有的投资 也开始出现一些付报酬 那究竟现在该不该停损出场呢 还是要不要停扣 那相信这些都是目前的投资人 最想要问的问题 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三位知名的市场的投资专家 那首先在我右手边第一位呢 是由基金降努之称的 萧毕燕萧老师 各位贵宾大家好 那第二位呢 是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客户金融事业部的 仲向龙 仲之间协理 协理好 各位贵宾大家好 好那第三位呢 是我们联博投信的股票投资策略师 Alan 鼓长风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三位专家的力领头 那首先第一题呢 我想请问萧老师这边 跟仲之间协理这边的观点 那最近股市呢 震荡剧烈了 那不少投资人的定型定额基金呢 开始变成一些付报酬 那看你的手上呢 越赔越多的基金 真的是投资哀哀叫 那烦恼呢要继续加码 还是干脆 解码光旺这样子 那首先先请教小老师这边 其实最近问我这个问题的投资人非常的多 我会给他们一句安慰的话 不是只有你付我也付的 这样可以有得到安慰吗 有 那我还是要回到我们在上一集讲的 其实定时定额非常重要 你要去遵守的是停利不停扣 所以理论上你现在去停扣是非常可惜 因为你就不会去买到低点了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来 检视一下我们的基金 上一集联博的Alan有告诉我们说 长期趋势向上的 他有讲到两个产业 一个是医疗 一个是科技 所以如果你的基金不是这两大类 可能是其他类 那你就要去检视 他会不会带给你的空头太长了 那个长到你无法去忍受 那我就会建议你 你不妨就换别的别类的 如果不是 你就应该要坚持的扣下去 因为互报酬是我们人生投资中必经的过程 大家应该都会进攻互报酬吧 没有人说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进攻互报酬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更何况我们用的是定时定额 定时定额本身就可以去降低你非常多的风险 包含你心中的恐惧 包含你心中的不愿意 包含你想要放弃 这些都应该是把你摊到一个最低的状态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你不应该放弃 你应该要坚持的继续扣下去 至于我要不要加码 这件事情也很多人一直在问 我到底现在要不要加码 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 加码不是不可以 但你要考量两件事 你的资金跟你的勇气 我常常看到人家有资金 但加到没勇气 那你就破功了 有些人呢 没资金也要加码 加到两级就破功了 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跟你想清楚 如果你的资金要怎么算 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安全 就是说你在资金的分配上面 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就是你的钱足不足够你扣到明年年底 就是以下来看可能这一年半的时间 如果够 那么你就好好的去分配这些基金 你现在去加码 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看码 谢谢萧老师 那不知道我的重资金协理这边的建议呢 非常同意萧老师的说法 这么多年以来呢 我们发现理财有三个定律 是颠簸不破的 就是长期分散持续 那我们说分散是什么呢 基金就是最好的分散 因为它是做一个投资组合 不管股票投资 或债券投资 它就是好几十档到好几百档的股票或债券 那充分分散风险 那长期呢 就是说假设是六个月就要用到的钱呢 那我们建议投资人可能做得很保守 或是像定存就好 但是可能几年或是基本上用不到的这个盈余 或是什么的话 那就蛮适合来做所谓的这个定期定额 或是做投资 那持续呢 持续是什么呢 就是定期定额 好 那尤其是在这个行情呢 比较波动大的时候 我们定期定额呢 不但可以分散风险 长期投资 还可以这个降低我们的持有成本 那长期下来呢 相当不错 那我们看到这个对档单 虽然看到有复述 但是我们如果可以坚持这三个原则的话呢 一般来说都会有丰硕的成果 谢谢小老师跟重资间协理这边的一个说明 那其实两位专家 其实有点出来一个观念 其实就是说 下跌呢 只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 那重点是投资标志只要是长期看好 然后利用投资的一个回效曲线 那随着投资平均成本 不断的往下降 那累积更多的单位数 那其实就可以提高未来比较可观的一个报酬率的几率 好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想请教联博的Alan 那有观众说 投资最怕压臭宝 好的标例让你上天堂 不好的标例让你永远住套房 那今年的一个市场进行万变呢 我们看到平头股债市都修正了很多 那尤其在美股基 最大的跌幅是达到30% 那联博投资怎么看第三季的一个市场展望呢 好的 那其实呢 目前联博投资从一个比较大方向上面来讲呢 已经变得比先前来的更乐观一些了 那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今年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因素 导致市场增加这么大的一个修正 其实呢 是反映到美国的联准会 央行在进行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一个 升息的一个步伐 那大家都非常清楚 一旦央行开始升息 代表市场已经开始缩减 自然会对风险性资产 不管是股市 还是在市 都一定会产生一些负面程度的一个压力 所以大家可以发觉到 如果我们去看美国股市 S&P500指数的分益比 它从疫情期间最高的22倍呢 修正到现在 大概只有16倍左右这样子的数字 是非常非常大的修正 但我们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联准会要进行这么积极的一个 升息这样子的一个手段呢 是为了因应 美国居高不下的一个通膨 大家都看新闻都可以看到美国通膨 创下近五分压的新高 核心通膨居高不下等等 都是导致联准会必须去提高升息速度 来压抑美国的通膨这样子的一个疑虑 所以如果我们下半年要去探讨说 股市在市 还有没有投资机会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呢 是要去探讨后续通膨的一个走向 究竟会不可 大家可以去回过头想一下 为什么这两年通膨是持续在往上提升 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是供应链遇到比较大的一个瓶领 当然像大家看到这个所谓的晶片啊 这个供给遇到一些挑战啊 或者说呢 大家看到这个库存实际下滑 都是导致说 供给出现比较大的挑战的一个疑虑 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到需求不断在提升 为什么 因为呢 过去两年是一个景气 非常非常快速扩张的一个环境 再加上说呢 各国政府都有一些振兴的方案 印钞票的方案 导致需求快速的成长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呢 让通膨呈现一个比较高涨的一个趋势 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两个因素下半年还存在吗 我们先看 供给这个部分 供给的部分 大家可以发生到 其实企业的库存呢 已经过了这个所谓的 持续下滑的一个情况 已经开始逐渐的建议他们的库存了 这代表说 很多供应链的挑战呢 是在逐渐的环节当中了 第二方面我们看需求 需求的部分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消费的信心不断的下滑 人民的储蓄呢 也开始就变得到一个 见顶 微落这样子的情况 都暗示说 其实下半年的需求呢 也会变得比较反合一切 所以如果从这样子面向解除的话呢 我们认为下半年通通 仍旧是有一个缓解这样子的条件 那一旦通通出现缓解了 也代表说 联准会不用再持续的进行一个 加速升级这样子的操作 其实我们觉得对于股票市场 或对于任何的这种 风险性市场来讲 都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环境 可以让投资人进行一个加码的操作 你刚才提到 现在美国股市的本益比 已经从22倍 回落到16倍左右 已经是低于长期的17倍左右 这样子的水准了 对于一些长期的事情来讲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来逐渐建构他们的一个层级部位 不过话说回来 下半年并不是毫无风险的 下半年大家会越来越开始担心 那么快速的加息政策 会不会对景气的复苏 产生一些压力 甚至面临到一些所谓软着陆 或是转战的衰退这样子的疾虑 所以下半年市场波动 还是会在 我们透过定期定额的方式 是一个比较好 来执行我们长期投资这样子的策略 同时去分担我们这个进场实际的风险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谢谢连伯Alan分享的内容 那其实可以让我们线上的观众 可以大致了解一下 第三季的市场方向 刚刚Alan也有点出一个重点 就是说 美股目前可能是 对于长线投资人 是一个建立部位的一个好机会 那第三个问题 你想请教 众志间协理跟连伯Alan这边 那有观众说就是最近的市场平传 那加上连伯会升息的影响 那许多投资人其实非常担心 熊来了 那投资上呢 报纸的有赚就跑的一个心态 究竟啊 这样短进短出 跟坚持纪律的一个定期定的一个长期投资 到底用哪一个方式呢 比较容易成为投资的赢家 那先请众志间协理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我常常很遗憾 我手上没水晶球 如果有水晶球呢 我每次都知道 这个市场空投最低点在哪里 那我早就发大财了 那其实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要买低卖高 但是低到底在哪里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呢 各位可以看我们所附的 在画面上的这张图 那我们特地研究出来 在美股呢 美国股市在1973年开始 到前一次的大空投 总共有7次 这一次不算 总共有7次 那每次的这个大空投 如果我们都是在空投跌到一半的时候 开始做定期定额 那有5次空投 只要做一年 做一年的定期定额 就开始是正报头 那7次的大空投呢 只要坚持做3年 也一定是正报头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 这个去找低点 什么短进短出 这个真的不是我的能力所及 可以告诉大家 那市场上应该也是绝无仅有了 但是微效曲线 这个在空投跌到一半的时候 开始做定期定额了 这个在前面的7次 已经验证了 这好几十年来 已经验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方式 那如主持人刚刚讲的 还有这个Alan刚刚讲的 就是说这次空投已经跌了2-30%了 那我们觉得当然还是有可能往下跌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做定期定额 坚持扣款 扣三年以上 成功的几率就非常的大 好 谢谢周知生协理这边带来回教曲线的部分 那这个概念的说明 其实可以让目前处于亏损的一个投资人 应该比较会有更有信心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持续投资 小的 连博Alan这边 是的 那我们非常认同 那些刚刚的一个看法 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坚持去投资好的产品 做一个长期的投资 尤其是趁市场有修正的时候 有拉回的时候来进行一个配置 其实胜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这边也可以补充几个数据 让各位知道长期投资究竟有多大的一个威力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们去看 截止到2021年12月31号 我们统计美国的S&PY指数 过去10年的一个长期年化报酬率 是17个百分点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10年当中错过了当中10个最大的涨幅的交易率 不用多 只要10天 报酬率会从年化的17个百分点变成10个百分点 差了7个百分点是说 大家可能不要说7个百分点听起来不是很多 如果我们换算成美季报酬率的话 一个是350多个百分点 一个是164个百分点 两者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认为说刚刚这一条非常好 我们没有水晶球去判断说究竟市场的绝对低点在哪边 如果你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说短期的市场的绝对低点在哪边的话 我们认为采取一个买进不动 持续的扣款的方式来做的话 会是一个更有效率也更适合一般投资人的一个投资方式 好那我们接下来第四个问题 我们想请教三位专家 好那投资人现在也很关心 那今年以来许多市场都已经大幅的修正 那定期定额是不是我们就干脆选择这些跌生的市场 来做一个扣款的动作呢 才能够创造比较高的一个报酬率 那先请教少女士这边的经验 其实跌生的市场就回到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 我要买低一点好像就对了 可是重点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只有看跌生 你不去考虑其他的因素 在短期内你赚到一个比较漂亮的报酬率 应该是机率很大的 但是它就是回到短期 你没有去考虑到说 我的定时定额我是要做长期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非常多长期的例子 带给你的好处 那如果我今天假设某一个市场 它真的跌生了 我现在开始是做定时定 我觉得你在短期内会赚到钱 但是重点来了 当你停利之后 你会不会持续的扣 如果很多的投资人的心理是这样 我在这里赚到钱 我虽然停利了 我会继续扣 而且我还会加码扣 但是问题来了 你那一档基金 那个市场 可能它的景气循环是很大 你下一次碰到你要停利的时候 有可能是五年十年以后 你有可能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名思 所以不是只有挑跌生的 我相信你还是要再考虑一个 长期趋势向上 这样的两个加在一起 我觉得去挑选这样的基金 还是最好的 不要只有考虑到跌生 这样子你可能会来 你在做定时定额长期投资 才会比较mage那个概念 谢谢萧老师 那我不曉得重资是你这边 是 我非常同意萧老师的说法 就是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 长期趋势是往上的一个市场 或是产业来做定期定额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现在斯里兰卡 发生很重大的国家级的财务危机 连总统都坐飞机跑 如果市场上有一档叫做 斯里兰卡基金 那适不适合做定期定额 那当然是 大家的答案应该都知道 这个可能很困难 所以我们还是要找一个长期趋势 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胜出的 那我们上海商营就有提供 相当多的不同市场 产业主提性的基金 每个月甚至可以让 投资人扣款两三种或 数种不一样的基金 那我也提醒大家 像我们合作的这一个联博 这一家基金公司 也是相当多元化 主题相当丰富的一家基金公司 非常合适做定期定额的投资 好,谢谢主题 那找联博Alan这边 像刚刚协理跟薛老师提的 我们都非常大的认同 或许我们在简短可充一些 我们日常在看基金 或看最后在看一些指标 让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刚刚提到 要挑一个适合定期定额的标题 一定要挑一个长期趋势往上的 像斯里兰卡 这样子的一个单一国家的基金 或者说的景气循环周期 比较长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或许就不是这么的一个事 但我们今天选到了对的产业 对的趋势 又该怎么进行操作呢 我们认为投资人 可以去观察一个指标 叫做下股值 这个指标呢 可以去判断说 这个基金 它的这个 报酬 除以它的风险 什么样子的一个比例 通常这个指数 越高的一个策略 或是产品 或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 代表说 这个操盘的团队呢 比较有功力的 长期的趋势 就是绩效 是比较好的 那像这样子的基金呢 我们认为 结合到我们刚刚知道的 使用这个主调的心法 进行好的产业 长期投资 就会是一个 比较容易达到 更好的一个 定时定额绩效的 一个好方式了 好 那谢谢上述的三位专家 其实刚刚都有提到 就是说 各自的观点 以及挑选基金的方式 那相信我们 线上的一个朋友呢 一定可以从里面 找出一个 比较适合自己的 投资方式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想请教 众志生协理这边 那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说 整个定期定额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那也有很多 进阶的招式 可以提高 这个投资胜利 那我们上海商人这边呢 是不是有 特别的一个 优惠活动 可以协助我们 线上的投资朋友 来开始做 这个定期定额的布局呢 当然有 我们除了提供 这个弹性的 这个扣款方式之外 那比如说 我们特地 针对每一年 比如说 像是我们Livers Morningstock 这些得奖基金呢 我们有给 特别特别的优惠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将要提出一个 相当不错 对投资人这种 新开户定期定额的 零手续费的活动 那请大家就拭目以待 然后去询问 帮各位服务的这个 这个理专同仁们 那大家一定会非常亲切的 为各位来做解说 那今天由三位专家呢 带来的一个丰富的 投资经验跟市场分享 那我们知道呢 选择一个 适合投资人的一个标的 来做一个持续扣款呢 会挑一个别生的投资标的 跟频繁进出 所带来的一个投资效果 还要来的更好 那此外呢 投资人也可以利用 刚刚几位专家的一个 投资逻辑跟 标的的一个建议之外呢 其实也可以选择 我们刚刚写的有说的 就是选择一个 得奖的基金模范生 然后来做一个 上海商业所提供的 一些投资工具的 一个优惠活动 来做一个搭配 那强迫自己的储蓄 以及累积退休金 那相信呢 现场的观众朋友呢 未来一定可以逐渐 往投资的 赢家的方向迈进 好那最后呢 感谢我们线上的 投资人的观看 那也谢谢三位 而在场的专家 好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 拜拜